由亂及治 由治及興 要由治及興 但是 我們看數字 真是比較麻煩 因為 在過去四年 香港總共流失了 工作的人才 16萬 16萬真的很誇張 而且根據那個 統計來說最主要走的人才 人才仍是由20歲至29歲 沒有了一大群最年輕 最年輕力壯 的財進 尤其是香港的金融 服務 你說怎麼搞呢 是不是要多說幾次了 因為移民潮 在19年之後就慢慢一直 那個大英帝國 那個大英帝國 我現在坐在這裏 哎呀 壞了 做了這些居英權 不是居英權 那些叫什麼 什麼 BNO 那些BNO 這些BNO 壞了 不應該有BNO 弄得香港人不停走 由加拿大又搶 美國又搶 澳洲又搶 真是不對 我不答應 這些是不對的 唯有這樣說 是不是 我還要回香港 這些人才 不斷地流失 之後 大哥 整個香港 不行的 你四年就走了16萬人 由原本19年9月統計的三百九十九萬這個工作人員 勞動力 變成現在 383萬 哇 搞到香港政府大大聲說 搶人才 就去吸納啊 搶人才啊 又說幾多人來啊 又比中國國內來的7萬人啊 厲害啊厲害啊 要維持香港的金融地位 金融精心 中心地位 但是實際上我們看到 喂 那個移民潮 正所以你來多少我走得更多 這個是現實 這個是現實來的 跟著重要啊你的金融中心 那些主要的 Funding啊那些外國的Banker 越走越不見 你看看 那些本身的金融財進啊那些拿著幾百萬年薪的 一直一直減少 新加坡 不斷不斷增加 所以說呢 三年之內就已經 幫新加坡變成了 這個 亞洲 金融中心 你說乖不乖得呢 現在變成為止了 那麼 那麼 主要有很多人會說呢 中國經濟又惡化了 不要啦 現在 我不算唱啊我是說事實出來的 不要說我唱 唱衰香港 我唱好香港 一會兒告訴你 說清楚這段影片 這段影片做甚麼 一直都說劉頂堅 你唱衰香港 拍這段影片 這次 我是有兩個絕技 獻給 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 你真的要多謝我 免費 勸兩個絕技給你 可以搶人才 我保證 我寫包單 我寫包單 這兩個方法一定可以找一大堆人才 令到香港穩定繁榮 幼稚及興 真的 真的 你放心所以有官員一定要看那段影片 或者發給那些官員看 發給特首看 看完之後特首就會 原來香港有一個 住在英國 的臥底 沒錯 你知道了 於是 你就知道劉頂堅是想了一些好辦法 給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照抄就行了 照用就行了 你放心 不收你錢 厲害了是不是 小心一點 待會再聽話 特首又好 什麼東西 播到我這個屏幕要好大 要我很英俊 慢慢聽 聽我講 好 因為中國經濟惡化 大家看你的數字也看到了 香港留家的校環 國內留家的校環 工作經驗 機會自然就是 減少 還有 亡我之心不死的人 不亂 你過來移民吧 怎樣怎樣怎樣 吸引了一大堆香港人 這個真是不好 移民走啊走啊 很多都是20至24歲 跌了7.3% 25至29歲又跌了5.3% 當年是小孩子走的 暫時不關事 那 經常說這一班最主要的勞動力 嘩 特首就說 過去兩年 過去兩年 他那個施政報告 不要說我作 施政報告說 過去兩年 在香港流失了14萬 14萬 流動人口 真的太過離譜了 流動人口 不是說這個 勞動人口 不是人才 不同的 年齡分配不同 不要說我的數字錯 根據 他有一個叫IMD 2023年世界人才報告 他就說什麼 說什麼 他說 總共去統計 有64個比較發達的經濟體 當然香港是其中之一 有一個人才 技能和競爭力的水平排行榜 誰最厲害呢 瑞士 100分 好耶 瑞士拿第1沒所謂 香港第幾 香港呢就是 拿了74.35分 那麼 那就是第幾呀 跌了兩位 由全球的第16位 進一步跌了兩位 跌至全球的第16位 總共跌了近年 跌了5位 跌到第16位 你想想 一班64人 你排第16算不算厲害 還金融中心 搞笑啦 16位 金融中心 沒有啦老闆 那就是 金融為止 變成了 那就好不行 但是我們最重要是看著新加坡 新加坡你怎樣呀 新加坡呢就是 不用怕 他也是7字頭 他79.96分 差一點 都未達到80分 好一點 大家都是7字頭 但是 他是由 原本排第 第8名 上升至第四名 不是 Sorry 他是原本排第十二 現在上升到第8名 是全 世界裏面 10強裏面 排第1至10裏面 唯一的亞洲 城市 嘩 這就大件事了 為什麼 這就是 新加坡才是金融中心 香港還金鬼嗎 你排第16 人家排第8 沒有啦 金融中心就是拱手相揚 這樣不行呀 那怎麼辦呢 我們想辦法的 我們之前看到 香港政府想很多辦法 搶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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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底怎樣呢 就訪問一下 香港總商會的人 你們短短決定人才 答案就只有一個 大家不用猜 每個人都說 沒有人才呀 玩什麼 走那麼多 無緣無故 石頭爆出來 那麼 為什麼人們會走呢 大家主要是因為想要得更高的人工 每次都是這樣的 當然是這樣的 想要得更低的人工嗎 有79% 但是還有70% 高達70%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你走呢 你說 因為他移民 糟糕了 移民 如果他移民 移民有很多原因 可能 什麼原因 可能什麼原因 可能他的兒子要去英國免費讀書 每一個月 又節省幾萬元的國際學校 是不是 那就去吧 又可能是政治大家理念 還有一些問題 諸如此 或者是屋子裏面有人的政治理念 或者是兒子 衝擊 諸如此 還不走 快點走呀 於是 這些人 又會被迫 離開了香港 又或者是 他不是被迫 自己自願 離開香港 總之 在 在 這些 調查 裏面 就說 剛才說的 我要拿更高的薪水 所以我走了 移民 70% 有些說我要平衡 工作生活 諸如此類 有些要去外國工作 也有20% 所以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 靠家人工就可以 搶到人才呢 這個是 一個 非常之大的疑問 那麼 還有八成的受訪者認為這個情況已經延續了一年 即是 他們已經不斷損失 人才 還有一件 大家還未看到盡頭 公司裏面 陸陸續續 那些人 都說 準備好了 我終於賣到房子了 我兒子終於說已經是小學畢業了所以我們一起去了 很多人都說 哎呀我剛剛 我太太懷孕了 我們要生了 我們不在香港 我們去 英國 什麼 即是他們等 某一個情況之後 他們又走 這樣搞法 就真的是很大件事 就問一下公司 你怎麼搞呀 他說 提高更高的待遇 通常都是這樣 大哥你走呀 我給你多點錢 你有沒有待會 麻煩你 當然就是這樣 又或者是 賠婚 大哥 這個真是搞笑 你走 看你走幾年經驗 十年經驗 八年經驗 你培訓 你十個八個月 或者兩三個月 就可以培訓到他 大哥 你不炒了那個人 神祖 你叫他快點走 怎麼踢他走 於是香港的人才 越來越缺乏 又或者是他的 Efficiency 工作效能 越來越差 對不對 最慘就是 剛才說了 這個現象 還是延續 即是說 未見到 曙光 怎麼搞呀 劉先生 你剛才不是說有辦法嗎 那你 真的不行呀 因為他們現在說 最慘就是 中層的人員 走得最多 走得最厲害 那個結構就是 大約人工在20萬 到50萬年薪之間 OK 萬多元 那些年輕人就走啦 去外國洗碗也差不多價錢 是鬼彈啦 他們就去了 50萬 50萬年薪 他也有4萬元 一個月左右 那些 很多時候是有子女 就不是 好像我的秘書 都問那些子女 那些女兒說移民好 我去移民好 那就跟他移民好 這樣咯 是不是 就跟公司辭職咯 你沒辦法咯 要跟著那些子女 所以這句又是一個 嚴重的問題 就是 唯有 年薪20萬 到年薪50萬 的人 他們 就移民最多了 那這班人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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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更多的企業說 為人手不足 現在看到很多時候 經濟差點 但是 他們請不到那些 Kidman 這些重要職位的人 請不到 於是乎 香港那個 企業的能量 就越來越差 那 怎麼辦 於是乎 於是乎 就由我出現了 好厲害 你這傢伙是不是叫做 喬王 喬王喬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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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真的安排了特首 他們一齊來聽聽我說 我就說了 是不是 特首在嗎 在這裡 好吧好吧 我先說吧 是不是 這樣 你知道 說過比較容易做的方法 我是很實際的 之前我看到你們的招數 找人找我 這些招數 不行 那些是普通貨幣 小貨幣 所以你們效能 我先給你一條 第一條 第一條是甚麼呢 小心點 我覺得現在香港出現了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 以前就不夠地方住 現在開始越來越多地方住 因為很多人移民 是不是 很多人移民 放出來 收入國外 很多人下來 但是他們又不賣樓 有很多新樓又賣不去 我這樣 我提 一個意見 我覺得政府可以 為一些 私人的企業 如果 如果你是能夠 有在海外 招到一些人 願意回流回香港 政府 租用一些 新的私人樓宇 爆起了整棟 那怎麼辦呢 它是分配給這些 在海外回流的人 即是說 包住宿 其實地方不用大 300多呎 就夠了 他一個人回來 不用全家人回來 簽約三年 嘩 這個厲害 為什麼 因為 一大班 高級 已經做到高級行政人員 去過外國 很難找到比較適合的工作 這是真的 但是他們有多時間 跟子女 跟家人 生活是真的 但是已經生活了一段時間 是不是 要錢的 你說 如果他完全回流 不回來 當然不行 有些子女 開始進入中學 和大學 有什麼情況出現 不是經常見到 還經常需要你照顧 這裡有一群人 你 給一個 合約 你回來三年 我有地方給你住 因為他們已經賣了房子 給我住 進去住 他就先走了 沒有所謂的 你計落租也好 計落的現金也好 不要緊 起碼 香港有一批私人樓宇可以消化 香港政府就租了去了 三年 全部都是海外回流的人 我們就合約簽三年 給你 好好看看的人工 對他們來說 和外國可能差兩三倍 老闆 這件事重要 因為為什麼 香港現在不是說沒有可能補充 你是真的要培訓 但是要時間 你一殺就走了太多人 那真的是很嚴重的 如果有一群 你可以跳選的 是不是 這一群人你過回來 簽一個三年合約 他們OK的 他們埋頭就做事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 因為離開英國三年 或者是離開美國 加拿大三年 有什麼所謂 不是一輩子的 他們會看錢 是懸疑的 這件事 就很重要 所以 香港政府 可以用這個方法 去抓一群人 三年時間合約 給高少少人工 跟著這一群人 就可以有三年時間 幫你培訓 另外一批的新人 去上 包括 可能是在國內來的 一些 有能力的人 有三年的緩春期 就不要像現在這樣 走啊走啊走啊 其實 以後 真的會走的 你們都可以跟他們說 喂 你過去之後 又或者你不要過去 我即時 就給你合約三年 因為有三年時間 就緩衝了 其餘那些 有機會升上去 他們也會努力的 那這一群 你就要看如何訓練他們 現在香港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即時損失太多人 如果有三年緩衝期 香港就沒有那麼多 他的金融 整個陣勢都撐很遠 一來就可以解決了 那些賣不去的私人樓 它可以消化了 你現在都只剩下兩萬個 單位賣不去 你拿三五千個出來 香港就多三五千個 這些人才 當然就有很多二手樓 政府有辦法的 拿一兩萬個出來都可以的 因為他們不是大單位 都是小單位 一兩萬個 一兩萬個人才 回來 哇 這樣就幫了很多 或者是低下層那些 或者是基層那些 不重要的 香港都可以補充得到 但是 去到 四五十萬年 甚至更高的 就不值得讓他們 這樣去 離開香港 你就要留住他們 你就可以補到這個空白旗 這個真真正正就是 搶印才 你之前出的 叫他們回來 原本都會回來的 那些人 是不是 你只不過是 原本讀完書的 叫他們回來 其實他們也會回來的 因為 他們計算過 原來都是香港的工作環境 好 他們就會回來的 但是他們是新人來的 幫不了太多 你記住 這個方法很重要的 直接給他 簽三聯合約 三年之後 可能他又覺得 都幾好啊 然後又可以再談 三年又再三年 三年又再三年 每一年就算損失 三分之一 你也制呀 而且有這三年的人 簽了一批 有些看到 不錯啊 我都可以回去那邊 搞三年而已 是不是 三年 當是度假 然後再回到英國 因為香港需要一個 揭一揭 的時間 撐一撐 三年 撐著第2個 還有第2個 是呀 沒錯呀 是不是特首坐在這裏呢 聽著啦 這個第2個劉定堅 第2個妙計 第1個出現了 第2個根莖 第2個是什麼 我覺得 現在 香港批這個特別人才 專才 在大陸下來 批錯了 怎樣批錯了 我都認識一大班這樣的人 下來的 他們很多是中小企業 那些老闆來的 哎呀那些你叫他們下來 八鬼嗎 慢慢的你不重要 現在我們沒有人才嘛 又不是沒有錢 香港大把錢 最需要的人才 而且那些人都是拿錢 又再拿到外國 沒什麼用的 要人才 人才怎麼樣呢 難道國內那些人一直不斷請人才下來 我們正在做 現在什麼成立 不是 怎麼用什麼人才呀 我告訴你 我有國內經驗 所以我真的教教你 特首你不懂的 你以後沒有住過北京 要留人才 你以後用什麼就知道了 三個字 懂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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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你 美人計 當然 反過來美男計都可以 怎樣 我告訴你 批多一些十多二十歲的美女 尤其是北方的 下來香港 打工 不用那麼高學力的 不用那麼高學力的 漂亮就可以了 對啦 Scan過去 可以參加亞洲小姐香港小職 全都批 批大批的學力 你出了那麼多美女 香港有那麼多美女 不是港女那種 是美女 尤其是 杭州那些 劉嘉玲那些 大隊很多 這些 而且現在影視圈 不太好 全都批評了 然後 然後 融入了不同的行業 哇 我跟你說 每樣的人才 一看到 美女 美女 她們就會 她們就會 批女 一批 就不想移民 喂 有女批 這些女孩子最重要 批死 護照 不准出國 三年之內不准出國 這是很重要的 旅行都不給 千萬不要讓她走 批死了 那就好 這班這樣的 我不能夠用女間諜的形容 他們 這班美女 融入香港的社會 三五萬個走過來 整個香港美麗了 美得不得了 金光閃閃 周圍都見美女 我都回來了 看看美女 撞撞撞撞到兩三件 你這樣 那些人才還走 是不是 他們找到吃的嘛 是不是 見到這裡 又找到吃 又有美女 還可以的 還有剛才那些說 那些還沒結婚的 那些還沒結婚的 那些還沒結婚 結婚可以離婚的 是不是 你鬼他 有美女 我只是這樣說 當然不鼓勵人 離婚 是不是 可能有些人是這樣的 你想一下 當然 美男也一樣 美男子也一樣 將那些 女強人 女強人 全部 全部吸引過來 哇 你真是 我跟你說 這個世界就是 銀子女人 你錢又給到了 女人有女人有魅力 自然就會發揮 一個吸引兩三個男子追他 你想一下 兩萬個女人 就有六萬個男人在這裏追追追追追追追 都是這班的 二十多歲到三十歲左右 是這一班 哇 還不是很有魅力 所以 你要想辦法 不要只顧著搶人才的人 那邊的人才 看那些美女人才 國內很多 不重要的 扔下來了 對嗎 反正他們現在沒有戲拍 又沒有模特兒的工作 對啦 下來就完成了 這一班這樣的 有些什麼 責男人也好 什麼什麼也好 對呀 在電腦裏面 過來 留在這裏 還有一個美女 叫他在旁邊 倒杯奶茶給他喝 跟他摸一下 跟他摸一下臉 我跟你說 死定就行了 所以 我認為 那個所謂的 什麼專才 什麼勝利 來香港 錯了 活走他 重新 把計劃 每年 加回三五萬個美女 真是 國內有這些標準的 上為多少 下為多少 中為多少 胖過多少 就不可以做 哇 我跟你說 立刻的大家 怎樣去弄呀 搞什麼 立刻變了美女 全部可以下來 這個世界是兩樣東西 銀子女人 一個女人來到 整個 男人 將他脫胎換骨 於是 人才就是流廣 對不對 對不對 不單止是這樣的 要追求女人 對不對 晚上要跟他吃飯 跟他唱K 跟他在這裏搞一下 那裏搞一下 又駕車去 哎呀這些我講了我 年輕的時候 怎麼搞了我們這些生活 雖然忙 但是也要我們這些生活 這樣就怎麼樣 這樣就夜繃分呀 老闆 當然是啦 這裡又繃那又有分 哇 那就晚上 是不是呀 日後跟你搞這搞路 夜晚 哇那裏又黃 哇那裏又黃 你說幾點呀是不是呀 食肆又多些生意啦 然後大家又去玩一下啦 在女朋友面前又不得了 那就會 非常之夜繃分呀 整個香港就黃了 對不對 所以你要記住 給點餅 才能引到 那些魚又來 要給點餅 不要只顧著去捉魚 魚不肯過來 現在要給點餅 餅有 這些餅就是美女 或者是美男都可以的 將香港整理它 那就 成本最低 效益最大 聽不聽到特首 聽不聽到官員 聰明一點 劉定堅給了這兩條絕竅 大家要拍掌 拍完掌之後 記住 香港將會越來越好 跟著 請我這個顧問回過去 明白嗎 當然啦 這麼厲害的 你都隨便想到 真是 多謝我之餘 記得點贊 還有subscribe 還有按鈴鐺 謝謝你 拜拜